在立正台湾带你来看桃园复兴区的脚板山 这里拥有香菇之送的美名 曾经是北部地区最知名的香菇集散地 种植香菇的技术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 日本人发现在亥巴600到1000公尺的高地 气候变化比较稳定 温度与湿度都是香菇最适合的生长环境 因此从日本引进了香菇郡种在山上栽培 而光复之后才由当地的原住民来种植 走进香菇寮 看着一朵朵从段木长出来的大香菇 满口的香菇精 虽然嘴里只说照顾它们比照顾人还要麻烦 因为种香菇 没它法就是要细心呵护 遮阳网非常重要 要仿照菇类在树荫下生长的环境 还要有足够的湿气 才能让香菇投好壮壮 种植香菇重点是它的菌种 菌种一定要对 再来就是它的树种 你种在哪一种树上才能够长 第三个重点就是管理 管理非常重要 你管理不当的时候 再好的菌种它也不长 所以它这个香菇实在是筋骨摸 虽然是香菇很香 以外它跟人一样 从阿公再种香菇时就在旁边学习 接手父亲的种植经验 桃园市复兴区的香菇 因早期菌种都是野生 所以产量不大 一直到民国四五十年才开始大量培养菌种 品质香气最好的断木菇 用的是枫树香丝木 采收后的干燥过程也很费工 至少得要一天一夜 杨虫的说到现在还是沿用最传统的方式 烤香菇 炭火我们都用香丝素有没有 香丝素去烘 所以我们的香菇烘出来的特别香 特别香 对 跟一般你问瓦石那种 瓦石或是汽油 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对 所以我们是坚持一定要用古老的方法 来到脚板山 香菇批发的店家说 不要看到花菇就以为是中国的品种 其实台湾的香菇也有花菇 主要是气候湿度因素 就像人的皮肤一样 天气干燥就会烈 湿一点就会愈合 但品质最好的香菇一定是脚板山的段木香菇 从外观颜色就可以分辨 连连迪化街的段木香菇 大部分都是产制复兴区 甚至会提到那个迪化街区吗 也都有吗 只要他们要木头菇 对 就一定要来这 我们就会 对 我们就会 一定要来布香菇 对对对 其他地方都没有 苗栗 苗栗那边有一些 有一些 对 最大量的段木菇 段木菇还是 对 对 也是三代做香菇的买卖生意 一讲几生意经 最忘不了的 还是原住民 天生靠天吃饭的乐观个性 香菇烤过来 他们就说 同学 这一次老天爷子 那个香菇 几步 几步就是很小 然后 就是香菇的脚 就是很大 对 香菇很小 脚很大 没有办法 他就是靠天吃饭 最早香菇的菌种 是由日本 日本这个菌种留下来的 那我们脚板山 这边香菇的起源地 那再来就是说 最早期 有最重香菇 大概是我们脚板山 就是 以前复兴香是称脚板山 不叫复兴香 是脚板山 那所以我们这边 当地出产的香菇 都统称叫脚板山香菇 复兴的脚板山商圈 80年代 可说是香菇 最兴盛时期 也是北部地区 数一数二的 菇类集散地 几年前 也曾受到 中国非法走私香菇影响 生意下滑 但在菇农 坚持品质的栽种下 加上地区农会的协助销售 复兴区的香菇 就向它散发的香气 越来越受人欢迎 民事新闻 乃国斌 桃园报道 谢谢大家